大雨过后千万别墅成了漏水别墅 应男子听信建商标榜房子有五年的防水保固 三年前以1450万买下了台中市大雅一栋别墅预售屋 上个月连续大雨 新房子从一到三楼朝向北边的墙面 就不断的渗水漏水 甚至还波及到了电箱 建商事后以施打指漏针的方式来处理 但屋主认为这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要求重做防水外墙却被拒绝 弃了投诉 常常裂痕沿着电箱到墙面 接下来更夸张接近墙角裂缝处 从上到下全插着止漏针 再来对外窗边边脚脚 还有墙壁上尤其颜色出现落差 明显就是漏水痕迹 看在无主眼里心痛又火大 建设商给我回应说 电管那边没有封好 防止有裂痕会漏水是正常的心痛 我现在不会心痛 我现在是非常火大 台中一名28岁的李先生 就因为相信建商有五年的防水保护 三年前已预售总价1450万 买下大雅这一栋透天错 而且是最边间打算自住兼投资 没想到上个月台中连续豪雨 他的房子一到三楼朝上北边 墙面几乎全遭殃 更扯的是还颇及电箱 好险屋主放置还没装潢 否则真的损失惨重 屋主对于建商后续施工处理方式相当不满 认为打针指漏根本治标不治本 而是能重做防水外墙 甚至以钉挂一层外墙方式解决问题 不过建商考量社区整理美观 及一致性拒绝 目前双方没有共识 这部分我们还是持续沟通的 那修缮我们都已经修缮完毕 目前是没有这个漏水的迹象 修缮的工法有不同的意见 建议可以洽询第三方公证单位 来提供专业的意见 消防官表示新屋遇到漏水状况 都以减价赔偿修缮或延长保护来处理 建议屋主可以透过消防管道进行调解 保障自身权利 接下来将下文章 王胜选台中 唱不到